有9例都是在我们在居隔里面 那阴转阳的 或者直接对社会有影响的是6例 确诊数比前几天都来得好一些 分布主要在两大块 桃园新增9例最多 其中亚续4例 前都加贝尔幼儿园多3人 大同案也新增2例 另一个区块高雄高雄港群聚加3 宜兰郊西饭店加3口 回家之后衍生割案再增加3例 隔离治疗的时候需要人陪 那这三位都是他的家人 桃园加贝尔幼儿园 最初确诊的两姐妹及同学 因为年纪小家人要进去照顾跟着染疫 但案例都在管控当中 对社区威胁不大 前都相关个案也再增加一例 27号新增的越南籍移工 曾带朋友到相关个案的美容工作坊 做睫毛美容 也确诊列30号案例 本来女朋友没有 那现在女朋友还没有验完 女朋友现在验出来是阳性 三个个案加一家人 总共四个带离亲的感染员的个案 不明感染员经调查越来越清晰 但前一天爆出的大同厂夫妻确诊 也在29号新增的不明案例当中 那这两位其中一位是 先因为有症状的关系去 就医裁剪 确诊之后 那先生也跟着去做裁剪 由于其中一人 是陶氏府资讯中心的 机房住点人员 第一时间以针对其他家人 和机房接触者居隔裁剪 目前都阴性 而列高风险的9楼资讯科技局 研考会员工也全部都要PCR 最后亚续也再增加4人 但好在都是区隔案例 案子目前总共匡列居家隔离966位 那我们明天也会做这个PCR的三彩 总共有500照册508位 持续又清零态度监测 不让春节后疫情触底反弹 TVB的新闻 张宾如轩同陈盛文 NCN小组台北报道 确诊足迹又多了20个工作人员 没收假继续加强清销 包括新人夜市 好市多 华南银行两个分行 桃园圆百 以及麻将八德分会 直线在社区风险多了一个 因为其中越南籍移工染疫 疑似曾经去过前渡案 其中一个家庭的美容美甲个人工作室 目前列为相关个案 市府公布是在1月20号 6点半到9点半 地点在八德建新街的住家里 列为高风险热点 进行匡列裁件 随着扩大匡列 越来越多人只能在隔离中过年 除了抱歉之外 桃园也进行了几乎是普筛的计划 自从机场群聚后 天天呼吁有足迹重叠疑律 就出来筛检 至今筛了八万一千零八三人 也对移工进行全面快筛 目前已经筛了六万七千三百零五人 揪出不少染疫黑数 另外现在更提供诊所三万份的快筛试剂 只要有上呼吸到症状就筛 希望可以拦截社区流窜的病毒 设立筛检站你来就立刻筛 桃园市政府认为有超过半数的机场员工都住在这 天天他们与病毒擦身而过 虽然容许零星个案发生 但不能让群聚蔓延 因此过年期间社区筛检站还是会开 希望透过不间断裁剪拦截传播链 毕竟现在就连桃园防疫重症市政府出现足迹 市长郑文灿为了安全起见进行快筛 阴性过关亲自示范 希望守住过年这一波 TVB新闻 廖宗庆秀伦桃园采访报道 青春年夏第一天不少民众来逛信义区的苹果店 不过北市卫生局最新公布的足迹 在1月24号的傍晚又确诊者来过这里 1月29日公布确诊个案案 18761 20多岁女性 1月9号从大陆入境住进防疫旅馆 期间三次PCR都阴性 24日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27日晚上喉咙痛裁剪 29日确诊CT值只有16属于高传染族群 因为案18761自主管理期间 跑了不少地方 24日早上到中午去了南港后山匹邮局 和CTLink松山一号店 下午到附近的三家通信行 傍晚逛信义A13苹果店 27日身体不适前 中午跑了信义区永急邮局 之后沿着永急路逛多家药局和超商 除了看似笨事情 他1月25日下午3点半 曾到圆东百货台北保庆店 案18761曾经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在1月25号的下午 来到信义区这家内衣特卖会 逛上将近一个小时 另外也在1月27号的 傍晚6点半到7点半 曾经到爱买棕校店去消费 只是这些地方 人潮颇多 根据中央规定 自主管理期间 不得搭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也要避免出入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或接触不特定认识的场所 不排除会在调查 历头日前公布的英聪山区幼儿园老师 新增的五名各汉 被视野进一步透露更多讯息 其他的小朋友 他的CT值开始降 表示他们之前三十几 是一个新的感染的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 可以确定应该是从老师这边传播的 被师傅警定一清 TBS新闻李国珊刘听题才报道 高雄港传播链 却让高雄市府如临大敌 因为案18755 只应跟确诊的案18352 工程航员工 短短接触几分钟 就遭到传染 因此除了案18755 小港 前镇 以及新兴区六个足迹 公布清销外 市府29号 还在他们居住的公寓附近 设置了采检站 让附近住户前往筛检 另外一条传播链 依然交信饭店旅游回来的一家人 基因定序是OMCO美国珠 但也出现扩散 原来大辽这一家人 案18749的五岁幼童 传给案18771的班上女童 目前全校失身 共200多人 也被匡列隔离 另外妈妈案18703 在23号吃饭时 还传染给案18773 及案18774两位友人 而且他们的足迹 还相当广泛 案18773光三天内 就跑了征仙 屈臣市 以及大润发塞内八个足迹 至于案18774 在凤山一间蒸饭店工作 他匡列前 一个多小时 为了工作 就跑七个地点 包含知名的风衣面线 便当店 也让外界相当担心 他好像有去诊的足迹啊 我不知道呢 上次来你还没听说啊 虽然多数地点 已经完成清销恢复营业 但市府人公布足迹 希望有到过的民众 多加注意 避免疫情持续扩大 TVBS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 躺的是行军床 布置枕头 墙壁也发霉 突然被转售 扬眉检疫所 一晚还收三千 明明自己询问过 后七天检疫 能在自家隔离 却突然被驱公所打回票 控诉回台前 也打一九二二问过 住家条件就算自选一户 王先生才选七加七加七 十九号从上海返台 先到旅馆隔离 二十六号回综合住宅检疫 隔天驱公所派员勘察 却说不符合规定 要求移到集中检疫所 强调都愿意配合隔离 但事后改口不能接受 甚至下基田检疫单 同住家任彦兰 区公所事后认为填报不实 要求开发 他就跟我说 那你就填你妈妈 那就是填你一个家人 我的认知就是 那个时候紧急联络人 你填报不实 因为你少填了 你弟弟跟你爸爸 看过他的场地 是不符合规定的 那这其实在我们认定 就是算违规了 集中检疫所一个 一天是一千五 那但是这个违规的 就是照原来所公定的价格 就是每天三千块 新北卫生局强调 申请资料只显示 一位同住家人 无法查证 物田是否属实 检疫所是由中央调派 无法选择宿舍或旅馆 TVB新闻众的黄静莹 台北报道 过年连假第一天 这人潮不是半年货 而是赶着打疫苗 队伍排了约250公尺 看不到终点 新北机动接种站 没休假 在中和环球购物中心 提供随到随打 一二三剂都可以 第三剂 然后是打莫德纳 早上跑来大概两个小时 住台北市 台北市全部都预约不到 所以我看到这边有 排队就可以打 所以我就努力来排队 民众跨线是打疫苗 中和环球一月二十九号 打莫德纳 三十号提供BNT 分下午晚上两场 各五百个名额 中和医院负责施打工作 现场秩序还不错 分梯次每二十分钟打六十人 先拿号码牌 等时间到了再回来 就是很难预约 所以我们想说 赶快在过年前 是先来打这样子 毕竟我太太是 算是第九类 比较高风险 所以想说赶快先打 怕会 如果真的感染 会有重症 民众帮太太排队 领号码牌 从土城跑到中和来 想趁过年回高雄前 赶快打第三剂 因为难来北往 如果染疫 多点保护力 避免重症 另外也有人预约到第三剂 但时间是过晚年 二月十号 发现有地方能先打就来排队 因为想说快过年了就打一下 打了 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 虽然中央疫苗 除夕到初三停打 但各县市都有加开 北市初四到初六 在诊所和东区地下街打BNT 新北初二到初六 打莫德纳或BNT 好远初四初五 有BNT和高端 台中高雄 除夕到初六不打羊 分别提供1.4万剂和2.6万剂 而台南则是初一 在带天府打BNT 在六都以外 县市廉价期间都有接种计划 希望民众走春之余 也能把疫苗打好打满 让疫情早日降温 TVB新闻消息 网红区会新北市报道 带着长辈活动筋骨 他是民众党提名的 桃园市议员参选人陈品杰 却被爆出2018年酒驾被抓 入党前2019年还改名字 就怕这火烧过来 因为民众党曾酒驾的 还有要选新北议员的林志斌 柯文哲口中的酒驾零容忍 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但是发生事业后 你的态度 你的应对方案 也可以被检验 所以我还是主张 让每一个所谓有瑕疵的候选人 你就半雷台 让你来面对这种舆论的检验 等等 主席怎么把球丢给选民 党发言人再补充 初选机制看不到酒驾记录 两位也没有主动告知 将以个案处理 送决选会和中央委员会 确认最终是否参选 而看看各党总统府发言人 古拉斯 还有也想选议员的林冠勋 都曾有酒驾前科 另外民众党爆发争议的还有他 有民众发现怎么变电箱上 都有林真宇的春联 甚至正反两面都有气的 直接撕掉他的脸 还提醒要有功德心 一张两张十几张 沿街变电箱配线箱上 满满林真宇春联 难道台北市公共设施 也能是民众党的布告栏吗 我们也非常感谢支持者帮忙宣传 我们会加以注意 如果造成地方民众的影响的话 我们也会在年后 也会立即把它撤除下来 而相关案件 如果知道张贴人是谁 环保局说会劝导 旗线内自行撤下 没有的话再告发 若不知道则会在巡查时撕掉 换句话说 林真宇至少在过年期间 赚了九天的免费广告 划算 TVP的新闻 罗氏彭李怡婷 他被承访报道 柯文哲打电话给居家隔离者 未问状况 川杰关心居隔离者 但柯市长更在意疫苗护照 我觉得卫护的策略有问题 所以一直我们跟他申请一个礼拜 他还在公文完访 还有点 电话讲一讲就好 你要写公文干什么 柯文哲生气了 因为台北通借接疫苗护照 没有下文 柯文哲认为 卫福部要求太多 但卫福部强调欧盟标准指的是资料保护 要符合最小使用 自行攜带可被遗忘三原则 而这一点中央不退让 陈时中甚至花了长时间 隔空跟柯文哲叫风 中央直至台北市的台北通根本不需要 科长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说你要去证明有打疫苗 不见得要这样连啊 有很多种的工具都可以让这样做 健保的ATV也可以 小黄卡也可以 注注射证明小黄卡 那我们的数位证明也可以 疫苗护照为防堵疫情 但陈时中柯文哲一提到 却是满满政治角力 TVB的新闻留意证明才为台北报导 被其资料和国人报告疫情 29号记者会防疫5月天 尽管少了张上纯 这画面全台观众下午开电视必追 因为已经第三年赔过年 但除夕年夜饭部长有扣团聚吗 我们第一年大概回去我们是9点多 男人说9点多该回去吃一下 年夜饭今天自己无论怎么样都要吃了 几乎全年无休 春节零假也只有除夕到初三停开 改发新闻稿或影片说明 部长陈时中说 如果突然电话接不停 就代表有事情 另外状况会开记者会 但也透露前两次过年 安排行程都被打断 第一年我还记得就是说 那时候有安排要去打球 那后来当然就不可能了嘛 那第二年大概就比较想说 有时候到跟那个陪着家人 去山上探探亲 今天我是连想都没有都没有想 因为我知道做什么安排 都很容易被打断 那反而让我的朋友或家人 就反而是尴尬被破坏了 就算放假 二级警戒也要保持一小时内 能及时赶回 三级CDC资深同仁直接进驻 但回顾去年4到7月 透过捐血人血液存档样本 17到65岁随机抽出5000支简体 来看看阳性盛行率 只查出一人N抗体和S抗体是阳性 它的阳性率是百分之零点零二 那整体的阳性率低 从这边我们也没有发现有所谓的大量未诊断的一个潜在病例 随机捐血监测阳性率低 能暂时放心的是整体社区没有大量隐形传播列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为在龙井扎路交界 欧市庄园千坪豪宅大门气派 车道宽敞大片草坪 还有花园装饰地点隐秘 这栋高级的庄园豪宅 主人原本是严宽衡 在选前被爆出是违建 闹出争议台中市督发局 勘查后也认定涉及违建 宣后严宽衡快刀斩乱马 在上周以大约4500万的价格 直接半价赔售 卖掉庄园豪宅 平息风波 盐宽衡办公室也低调证实 确实有卖出豪宅 新买家则是台中七旗 一间空间设计公司 几周前家人都已经搬出去了 也点交完毕 根据了解原家原本打算自行处理 但公班评估拆除时间长达半年以上 考虑到豪宅在的一天 就可能被挖出炒作 因此才选择卖出 如果涉及土地及建物产权移转 原储分将撤销 认为查处 违章建筑内容不变 将依规 请新的所有权能自行改善 原本能卖八九千万的豪宅 以低于市场行情一半任赔杀出 若能早日平息争议赔掉的这些 或许对严家来讲也值得了 TBN新闻陈其军 罗欣台中报导 战机飞向航空母舰准备降落 可是下个瞬间 飞机高速划过甲板 只留下驾驶座弹射后一团灰烟 美国第七舰队证实 网络上流传这支17秒影片 主角就是美军24日 降落航舰失败的F35C隐形战机 有网友根据视频推测 这架出世的F35看起来 是着剑姿态有问题 刚开始像是高度过低 后来强行拉起来 又导致影角过大 不止影片 飞机坠海后的照片也外流 只见落海的F35战机 舱门大开 弹射座椅也不见 周遭都是蓝白泡沫 推测这是刚坠海时拍摄的 因为这架1亿美元战机的残骸 现在已经沉入南海之中 CNN报导 中美两国正上演一场打捞战 美国打捞船队至少10天 才会抵达南海 就算到了 打捞作业恐怕长达120天 如果中国大陆抢先找到 美军高科技机密 恐怕会被立刻看光 我们对他们的飞机没有兴趣 大陆外交部不以为然 连央视节目也对美军F35战机 大酸特酸 美国人不愿意说的事情 就为什么老出事 而且是祖传出事 B型在地中海坠毁 C型在南海坠毁 A型在日本坠毁 中国大陆还传出阴谋论 认为美军会以打捞为借口 故意赖在南海不走 趁着春节和冬奥期间 继续对解放军耀武扬威 第一遍新闻综合报导 海面上各式火炮轮番发射 俄罗斯的黑海战舰向空中目标开火 还有战机从空中盘旋警戒 俄罗斯除了盲军演 同时也把更多军备运到白俄罗斯 让外界担心俄罗斯是不是借口军演 准备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的炮兵防空部队 也在克里米亚附近演习备战 不止如此 一架美军RQ-4A全球之音 无人侦察机 更被发现在乌克兰东部线宗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周五首度承认 短期内会派兵到东欧 尽管拜登没说会派多少兵力 但乌克兰总统对美国的不满 恐怕又增加几分 泽伦斯基一边淡化俄罗斯的侵略威胁 一边抱怨美国制造恐慌 CNN主播简单解释 泽伦斯基其实想对拜登这么说 同一天俄罗斯外长也炮轰美国 利用乌克兰引战 俄罗斯重申不希望对乌克兰开战 拉夫罗夫也说他愿意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 商讨乌克兰的安全提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双手抱胸听着工程师解说最新武器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公开最新形成 看看金正恩笑得多开心 就能知道这次视察成果 他有多满意 毕竟北韩在这个星期接连两度试袖飞弹 最新的一次出现在27号 两枚地对地战术诱导飞弹 成功命中离岛的军事目标 国防科学院是 SANA弥西勢军部研究所 在未来的优秘军力量 优秘军力量 推荐弹力量 光是今年1月 北韩已经6度试射飞弹 这是金正恩上任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月 美国的北韩专家证为 北韩这几次试射的飞弹 都是金正恩一年前开出的武器研发清单 而且他在去年年底的党大会 还说要重启所有暂停中的活动 这是北韩惯用的文攻武含 用意是博取美国的关心 只是北京冬奥开幕在即 大陆不会想看到东亚局势生变 金正恩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依旧牵动着朝鲜半岛的和平 金正恩正不懂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站外 民众大包小包等着搭车 就连高铁首尔车站也涌现返乡人潮 南韩的春节假期 南韩的春节假期从周六开始 尽管先前国务总理喊话 拜托游子就地过年 但许多人还是想回老家 高铁金甫县湖南县都一票难求 从首尔到釜州或到光州 往南的列车订票率达百分之九十六 几乎没有空位 就怕病毒跟着趴趴走 政府也制定相关防疫规定 以铁路来说 不论高铁或一般火车 只会贩售靠窗座位 如果是搭渡轮 载运量限制百分之五十 公路运输部分 高速公路休息站 禁止内用 只能外带 搭巴士全程戴口罩 禁止饮食 反乡民众也怕自己染疫 却不知道 像釜山车站外的临时筛检站 就大排长龙 南韩周六通报新增 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例 确诊 已经连五天刷新高 专家担忧春节过后 染疫人数将再继续飙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空拍镜头看 四百辆公车 接成长长一串 气势惊人 会出现公车 贪食蛇景象 不是因为大陆春运塞车 而是浙江杭州 发现Omicron入侵后 官方连夜调度 要把确诊者居住社区 全部住户上万人 再去集中隔离的车辆 杭州从二十六号通报 发现第一例确诊后 三天累计确诊达四十例 一半以上都是同一家 餐饮设备公司员工 他们参加完年会后 就接连发病确诊 公司仓库 没有拆封的进口设备 也验出病毒 疫情爆发 碰上春运 杭州传播链 已经蔓延江西 贵州 河南三地 官方紧急宣布 浙江必须暂停跨省旅游 并呼吁民众 非必要不出省 大陆二十九号 再新增四十例本土确诊 各省从官到民 防疫都不敢松懈 山东男子热情迎接老婆返乡的方式 是背着喷雾器 在火车站替他全身消毒 里边是买的那个 就是医用酒精 喷了有两三分钟吧 就喷了我的行李 先喷了行李箱嘛 然后又喷了我 不管旁人怎么看 怎么向男子眼神专注的 替老婆从头到脚都喷上酒精 画面曝光后 网友纷纷表示 这老公爱妻的表现 必须给满分 TVBS新闻于心安林明珍 众好报道